接下来 当一个人的内心 开始增长 对生命起疑惑 那么他的存在就有了价值 因为他想要找到生命的真谛 最可怕的 就是那些不知不觉的 一生一世 都迷迷糊糊的过日子 不知不觉的于是众生 就这样虚耗一生 宝贵的一生 佛陀说 人生难得 佛法难吻 这句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的内心 开始增长 对生命起疑惑 那么他的存在 就有了价值 因为他开始想要找真理 最怕的是那些不知不觉 迷迷糊糊的过一辈子 也从来没有醒过了 第三句 如果一个人常常愤怒 牢骚骚 抱怨不满 他身份不知不觉的 他的生命活着就失去了意义 他不知道还有更高一层的生活 接下来 人一出生 便被业力绑架 失去了自由 我们一出生 我们不得不来说佛世界 我们被业力绑架 我们被业力绑架 失去了自由 困死仇成 接下来更惨 然后再被卖去当 假象的奴隶 也就是假象 变成我们的主人 我们 变成欲望的奴隶 而欲望其实是 缘起的假象 但我们不知道 整句的意思就是说 人一出生了 便被业力绑架了 我们来到说佛世界 身心皆苦 失去了自由 没有解脱跟滞战 再来我们每天都追逐 然后我们被卖去 当假象的奴隶 我们没有办法做理性的主人 接下来要勉励大家的 如果跟一条狗 睡觉的人 一定会招来狮子 狗身上 有那个狮子 如果一个人拥抱无名 死之不放的人 必定会招来无量 的烦恼 他逃不掉的 跟狗一起睡觉的人 必然会招来狮子 就是小小会 会爬满狗的毛发 那个狮子 拥抱无名 死之不放的人 一定会招来无尽的烦恼 你逃不掉的 我会招来